这一天是唐武德九年皇历六月初四 大唐王朝的心脏长安太极宫 正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沉睡 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平常与安详 位于太极宫北面的玄武门 地势较高 是皇宫的制高点 在此刻扶揽功成全局 负责把守城门的宫廷卫队正在换岗 没有人会知道 他们当中的一部分 将在几小时后迎来自己生命的终点 历史的舞台已经搭好 沉默的玄武门即将见证一场 无比血腥凶险的惨剧 在经历了过去的惊喜与惶恐之后 这出惨剧的主角们将在这个清晨 一起用鲜血与眼泪为一切画上句号 几乎一夜未年的李世民 已经在玄武门外等候多时了 在他的身边聚集着一群死众之士 庞朝初年的几位名将 玉池靖德 程咬金 秦书宝 张世贵等人 悉数在此 每一个人都全副武装面无表情 时间在几乎凝固的空气中慢慢流逝 此时的李世民非常清楚 自己的命运将在这个清晨迎来最为关键的一刻 胜败再次一举 剑城 元吉 灭绝人论 与后宫平备 淫乱 淫乱故宫 这种指扣是很严重的 一夜而畏此复权 我们是朕 亲自审论此事 我们是朕 亲自审论此事 你也要及早前来告诉朕 距离早朝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 参加早朝的大臣们 开始向宫城南面的太极殿集中 宫女与太监们也纷纷出来 准备开始一天的半路 27岁的李世民越来越感到紧张 因为按照这个形式发展下去 她擅自调动兵马 在玄武人急救的消息中 很快就会传到咫尺之外 汉业持生的李渊不重 李渊是一个被利用的人 他当时的想法是 这天要开会 是吧 这些兄弟啊什么人要对峙 讨论是不是有淫乱后功的问题 可是没想到的这个所谓的会议 不过是李世民的一个调破离山之计 时间在寂寞中悄悄流逝 每一秒钟似乎都变得格外的万差 就在这时 玄武文漫的大道上出现了两个生意 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元吉进攻 地坑 沙滨 俄 北柠 outlook 这个山洞 北柠道 在北柠道前 永远不会有人获知 到底是什么样的异常征兆 促使李建成与李元吉 在玄武门外停住了脚步 大哥 不对啊 这么安静恐怕有诈 可父皇还在等着我们觐见呢 我们也永远无法知道 策马上前的李世民 究竟向他的两个亲兄弟 喊了一句什么话 我们所能知道的是 无论李世民当时说了些什么 他的弟弟李元吉 立刻用行动做出了回应 这也是最后的一次回应 当李世民喊了一句话以后 这相当于就是这个宣战一样 他是现身了 从隐蔽出现身了 但是跟他现身的不是一个人 那就出现一群人 一个包围圈可能也就出现了 是吧 那个这个宇时静德呀 什么秦叔宝 程小金的 这些这个九九五夫都出现了 一问问全副武装 干嘛来的 这是看出来了 一个全副武装的人 忽然出现在李元吉的面前 而李元吉原来的预感就是不妙 所以我想是这个事情 激发了他的这个反应 因为之前的矛盾已经那么剧烈了 因为他头一天晚上就预感不好了 大哥 找我合适 李世民搞发你我二人 淫乱后宫 什么 这 所以不管叫 是叫三帝过来 还是叫拿命来 还是叫什么什么 这个我想不重要 这就是两方面都有正式的感情 觉得这事没有能见 所以呢 这个李元吉当时第一反应 就是要设这个 这个李世民 面对张公搭建的变态 李世民反击的第一个目标 却直指自己的头号政敌 太子李建成 在他的计划上 这个清晨必须是自己这两个亲兄弟的死亡 而身为太子的李建成 则更是必死的第一目标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37岁的李建成 呆呆地愣在原地 亲眼看着身旁的一个弟弟 张公射向不远外的另一个弟弟 紧接着 又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的亲弟弟李世民 闪烁地开弓 发箭 射击 常见的无效而来之际 他的眼睛应该一直注视着 二弟李世民 他的亲弟弟 他的头号正底 一切的恩怨 在此刻瞬间终结 大哥 驾 驾 走 比叶晋 阿敏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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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他就不怕射术精湛的李元吉会先踏一步将自己射落马下吗 还是他事先已经知道 神射手李元吉在这个迷你 是不可能拉开自己的弓箭的 就是再三步我觉得应该是搭建没有搭上 搭了就扣上你才能射嘛 是吧才能拉嘛 手要一抖就搭不上 他因为太紧张就是再三步就搭上 说多少要做才算 真是面对兄弟真是想要射杀他 把这个内心的挣扎 内心的这种不是慌恐或者是紧张 一定是非常剧烈 那么李世民这是更好玩的你说这个 为什么有人射他 他不去射这个对手 却相反去射旁边的 没有拿出弓箭的李建成 很简单 因为李建成才有反应不好 只要一箭把李建成射死了 这个事情就好办多了 李元吉那是第二位的 并不是说他预料到李元吉一定射不中 就算他射中了 这时候李世民的本能反应 也是先把李建成杀死